哈囉大家下午好 然後歡迎大家來聽這場議程 這場議程我主要會是在講pico 就是一個python裡面內建的序列化以及反序列化的套件 那大家如果有接觸過ctf或者是一些相關漏洞 就可以知道其實 反序列化一直是在rce相關的漏洞裡面 中一個蠻重要的步驟 所以這場議程就會從pico這邊相關的實作 然後以及序列化以及反序列化的部分 然後也會去分析數前的github上 github上相關的python專案 有沒有找到有潛在的風險或失敗的案例 然後接下來就我們 就歡迎 然後這場是會有live QA的環節 然後如果 到時候演講結束如果有任何想要 跟講師詢問的問題的話 都在現場非常歡迎大家發問 好 那我們就開始聽講師的演講囉 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早安 晚安 那歡迎各位來到我的議程 我的議程叫做tempico 系統化的照顧 然後就去tempico人 然後在開始之前 一定想說一下 大家可能會想說 不對啊 我之前在官網的agenda 真的看到說 這場議程應該是實體議程 他怎麼現在 昨天看又變成 建商預錄的議程了 那之後有點尷尬啦 就是 前幾天啦 我去參加devcom CTF 然後結果參加參加 參加完回來之後 確診了 就不能實體參加了 不過原本還提早訂了一天的機票 就是 要卡在前一天的三加四的第四天 能夠來參加一下的 辦法確診了 看 好 這裡面線上了 好所以我現在是在 某個神秘的檢疫所裡面 預錄這個議程這樣子 然後希望我聲音不會怪怪的 畢竟我確診然後 在喉嚨 有點沙啞這樣子 可能聲音會怪怪的 OK 那就像所有的議程一樣 就會有一個 自我介紹的環節 嗨大家好 我是Speedline 我平常是在演 玩一些 相關的小東西 然後我現在是 我是 剛才教導的SQ Lab了 然後 就在準備 畢業中 然後我平常會跟 NSEC 還有TSJ一起打CTF 像我剛剛提到的 DEFCON CTF 就是這次是和 就TSJ跟217 還有BellSEN一起組隊去參加的 我的 GitHub 是這個 GitHub.com Speedline 基本上你在 各個社群網站上面 都可以用 Speedline 或類似ID打到我 就可能前後都加一個底線之類的 然後右邊這個是 我 常用的 大頭貼 如果你看到這個大頭貼 有一個資訊圈的話 基本上八成會是我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我 畢竟它其實是一個 漫畫裡面的一個 它就是擋虧的東西 以下這邊是我的Outline 對 首先 我們會提到什麼是Picol 像在座各位有可能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什麼Picol了 但是畢竟我們的主題是 現在建議在Picol的概念之下 所以我們還是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Picol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會提到 所謂的RECUE&Picol 也是我們這次討論的重點 我們會講到它的實作方法還有一些繞過的策略 最後我們會簡單帶到 我們做的一些工具 那是Picol 一個是Picol 那之後我們會介紹到這些工具 好 首先進到一個環節就是 什麼是Picol Picol 根據官方文件的描述 它就是 一個 所謂的序列化 還有反序列化 Python資料結構的 一個 Procode 很簡單講它是一個用來序列化跟反序列的Library 它可以把隨便的一個 Python的物件 比如說大部分的Python的物件 轉換成一塊二進制的一串 東西 你可能看不太懂它 然後 接著你可以把那串的二進制的東西轉換回來 就是反序列的過程 那這邊就是大概介紹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比較實際的案例 大家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Picol實際上是一個 這個StepBest的Machine 它 那些所謂序列化的東西 其實本質上它是一個 一個 一連串的OP code 一連串的指令 它會在這個 所謂StepBest的Machine裡面跑 跑跑然後就要生出 然後又要Return的東西 OK我們來看實際的案例 這邊 可以看到說 我們import Pico進來之後 就可以用Pico.dump 這個方法 這個點檔這個方法就是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序列化的過程 你可以把這串這個 Dictionary Key是Cat 然後指示喵的東西 Dump成這串 這串東西 你可能看不來懂東西 不過隨便 不重要 我們暫時不用去了解它在幹嘛 你可以把它Dump成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用Pico.dump 去反序列化它 你去Pico.dump 這一串 這串東西之後 它就會變回去 這個Cat 喵了 OK 但是 雖然它好像很美好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去需要跟反序列化它 但是Pico其實很危險 那它哪裡危險呢 其實 你也不要深入研究員就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它危險了 因為 你去看它的官方文件 它就寫了 寫了一個紅色的大區段 它寫了 Pico module is not a secure 就告訴你說 Pico 這個 module 其實 很危險的 如果你去航Pico 也就是你去反序列化那些 你不信任的資料 使用者可以任意給的資料 就可能可以造成 它可以跑任意的 code 就是它可以直接執行任意的python code 甚至是系統指令 都做得到的 對 這聽起來就超危險的 你可以很輕鬆地達到 rc 或者是 vizrc 如果你是跑在local 是什麼 local code execution 然後遠端的話就是remocal 反正就是code execution 對了 聽起來就超危險的 對 那 實際上它怎麼危險法 你要走去exploit它呢 給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用我們定義了 class exploit 然後 給它一個方法 要reduce 底下定義的東西 你去把它 序列化出來之後 會長這個樣子 類似這個樣子 你不一定這個樣子 來看不同的版本 會有不同的差異 但是 總之就是 把它序列化之後 會變成這首東西 接著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reduce 這個方法底下 它到底return是什麼東西 它基本上 要return一個tuple 像這樣一個tuple 然後這個tuple 第一個 第一個元素 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第二個元素 又是一個tuple 它是給這個function用的argument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 id 它實際上執行會是checkoutput 然後參數是id這樣子 所以說 這樣跑起來 這樣跑起來 就是你去序列化它之後 去反序列化它 就是pico.nl 去反序列化它之後 就會成功執行 就可以 output的id 只成功執行了 系統指令 就可以成功執行到coexecution 簡單來講 你去 反序列化 這一串 新的資串 它就會 成功地執行 系統指令了 對 就看起來非常簡單 然後看起來非常危險 換句話來講 你用pico跟你直接去evo 一串 自串 它的危險程度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更深入的 去用 disassemble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講過說 它其實是一個stake-based的machine 它基本上就是 一連串有pico的 那我們用 這個 我們用disassemble來看的話 我們會看到 大概長這樣子 首先它會指定說 它的protocol版本是多少 然後它會去引入 這個supprocesscheckoutput 這個東西進來 然後接下來 它又把它 弄一個 unicodeid 就是這邊是 就是支出的id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import這個supprocesscheckoutput進來 然後去把這個id 設為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用reduce的一個 指令碼 去paw 去code這個function 然後最後它的stake 就會長這個樣子 我想這邊講起來 還是會有點模糊 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家可以先不用 Igon真的理解這段在幹嘛 我們前面講過 其實pico是一連串的指令碼 所以說那個指令碼到底可以幹嘛 會很大程度的影響到我們後續的發展 會影響到我們pico到底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事情 我這邊個人 我們把它分成 六類 首先是可以定義一個concent出來 其實也不一定的concent 總之我們可以定義 我們可以伸出個stream 伸出個number 伸出個topple 伸出個list 伸出個dictionary 這些東西 那這邊聽起來就是蠻合理的 畢竟它是一個反序列化序列化的library 所以你一定會需要說 你一定會需要說 把 反序列化的東西 把反序列化之後 它要伸出一個stream 對 聽起來都很合理 那我們今天就 今天就不會詳細探討到這個concent 有什麼東西了 反正總之基本上 它的concent是非常的足夠的 達成 基本該有性別 可以做得到 然後第二個就比較有點 吊詭了 說吊詭也不太正確 總之它可以自行 call function 欸 它可以執行call function 對 就是 它可以直接指定說你要 你要那個function 你要用哪些argument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它也可以把一些東西 import進來 可以從任意的marchal裡面 import任意的東西 接下來它還可以執行到setAttribute 就是設定屬性 像這個你可以直接設定 object的attr是多少 然後 領域執行setItem 就是 就是你可以執行某個物件的 所影值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其他還有一些pico內部的一些操作 像你可以操作它的stack 你可以操作它的資料結構 這樣子 不過雖然它可以執行setAttribute 設定屬性值跟設定所影值 但它其實不能取得 所影值跟屬性值 那這邊會將我們後續的利用造成一定的限制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只能寫 寫入 不能讀取 好 那我們把它把 前面這六項 對應到指令 我們會對應到這六項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會發現說 這global就是所謂的import功能 這import東西進來 這reduce就是call function功能 對 就可以對應到這邊 global reduce 這樣子 有基本上所有的pico的指令 目前都可以對應到我們定義的這六項裡面 好 我們來講一下 有一個東西叫做 retreating globals 它是一些官方文件告訴你的緩解方案 它可以讓你一定程度的限制 pico的global的引入 東西 具體來講 具體來講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前面那串 reduce en symbol的東西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這global指令 它就確實是一個 用來 用來引入的東西 引入的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會 trigger到一個叫做 fine class的東西 fine class的東西 對 引入 在pico裡面引入這張東西的時候 就會觸發fine class 那fine class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事情是這樣子 你在反序的話的時候 你在 unpico的時候 基本上 它是經過一個所謂的unpico的instance 然後它底下會定義一些 一些方法 然後其中的方法 就叫fine class 那這個fine class 可以去繼承它 可以去繼承它下來 然後繼承它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 譬如說你可以去繼承一個unpico的 繼承unpico的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 去定義這個fine class在幹嘛 那fine class具體來講是怎麼樣呢 它其實會產入兩個參數 一個是module 一個是name 這邊應該是蠻清楚的 它的module就是 對就是module 然後name就是 一個module底下的什麼東西 所以這邊就是 你要引入是要process的 checkoutput 就傳入兩個參數 分別對引導這個 跟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官方的範例 官方範例給了一個 3dunpico的 在這邊 然後 它的限制是這樣子的 它只限制說 它限制說你的module 一定要是builtins 就是python裡面有一個 module叫做builtins 一個內建的module 這個內建的module 它可以幹嘛 它就是基本上你python那些 你一打開拍攝 你的preter 能夠直接執行那些什麼 就是range ulwprint 那些東西都在builtins的module裡面 它就限制說這個name一定只能在sfbuiltins 也就是這 這五項裡面 換句話說 它只允許了 五項的白名單 這五項的白名單 所以透過這樣的限制 我就可以 做到說 你其實根本不能引入任何外部的module進來 你可以說你根本不能引入任何危險的module進來 你想要引入 portuses checkoutput 欸不行 你根本不在白名單裡面就被ban掉了 然後 如果你要 看什麼 反正你就其他 段七八道外部module 都會被ban掉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不過呢 雖然說官方這個範例其實是安全的 但其實 我就發現了一個 其實不安全的案例 它是這樣實作的 它就是 就是來自這個 googlepatterstone 這一個 這個 level裡面的 找到了一個東西 我發現他sf module 定義了builtins 他認為說 builtins module是安全的 然後他就檢查了說 他就檢查了 他就只檢查了 這個module 是不是在sf modules裡面 然後如果在sf modules裡面的話 OK我就引入他 那 那nand參數呢 對他完全沒有對nand nand參數做任何檢查 那這樣會導致什麼問題 builtins 以下其實有很多 變實在很危險的東西 像是 Evil 一查一期 最危險的吧 就是 大家應該可以很直覺想要說他可以用Evil 執行任意的指令 你就可以直接Evil 你隨便的一串指令吧 我們回顧一下前面提到的 提到的叫什麼 pico指令碼能夠做到的事情 他能夠引入builtins ur 進來 這美化作 我們都進到fineclass 然後我們確實可以用pico指令碼 伸出一個自傳 你確實也可以用pico指令碼 cofunction 所以是做得到了 然後同理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換個方法 我們不要Evil XC 我們也可以用get 來做到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引入OS進來 可以 引入builtins的import進來 你就可以去importOS 就可以 就可以不受到 那個 HitUnpico的限制 就可以去引入任意的東西進來了 然後就可以引入任意的東西進來 然後去執行他的底下一些 方選 這樣子 好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一個 很簡單的案例 我們就想說 不對啊 這樣子 現實事頁還有沒有更多的這種狀況呢 不過說真的 一開始我的想法是從 就像我的議程介紹裡面提到的 就是我們 之前看到一些CTF 有類似的概念凸寫 然後就想說 欸不對啊 既然CTF會這樣出 那 不知道有沒有人 現實事頁有沒有人這樣寫 結果 收一收就找到這種東西了 所以就想說 想要嘗試的去找到更多更多 實作錯誤難力這樣子 好我們總結一下 反正任意的去反序列的話 pico 是危險的 然後 global系列的pico 也是 你可以 import 有import功能的pico 它可以 能夠的import任意的韓式 也可以從隨便的 隨便的 macho裡面把韓式物件引入進來 那 開發人員可以透過 GT on global 限制這個能力 就是基本上是 global系列的pico 然後觸發到 fineclass的一個方法 然後開發人只要去 覆蓋掉fineclass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 定義 一些白名單 但是但是要怎麼正確的設定 reshring global 就是一個大問題 OK 那這邊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 所謂的reshring global 是開發人員設定的 像我們前面看到了 reshring global 只是開發人員設定的 所以 開發人員要怎麼樣 要對 Python或者是對pico有足夠的了解 它才能夠正確的設定好它 所以這邊就有點 tricky的部分 開發人員真的懂Python嗎 他真的 或者是他真的懂pico嗎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談談 開發人員會怎麼去實作 reshring anti-caller 開發人其實實作方法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就要嘗試去繞過他們實作 所以 在開始繞過之前呢 我們要 討論幾件事情 首先 要討論一下實作差異 就是 我們對方的finecraft到底是怎麼取的 要引入了物件的 對方的finecraft到底怎麼進行限制 以及 就像所有的反序列化一樣 我們也會存在 所謂gadget這種東西 怎麼樣的gadget是有利用價值的呢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點 在我們實際上去繞過之前 我們就必須要討論這兩點 我們才可以 了解對方到底怎麼做的 我們才可以 去繞過嘛 不然直接說我要繞 就繞了 他的事情沒那麼簡單的 首先我們第1點 實作差異 他是怎麼取得物件的 我們要重新來看一下finecraft的東西 finecraft finecraft實際上 在幹嘛 他其實是 透過finecraft的一個方法 他會去return一個 他會回傳一個 你要引入的東西進來 像我們前面想要取得 打process 的checkout這個function 他經過finecraft之後 他叫 他不能什麼路不return 他return一個 正確的 正確的東西回來 你要return一個 supports 的checkoutput 要讓他好好的 return一個supports doubleprocess的 checkoutput回來 對 所以他 簡單來講 你的finecraft的過程中 你必須要去幫忙 import這個東西進來 他為什麼去import東西進來 是有 我們這邊就觀察到兩種不同的使用方法 一種是 直接的 拿到 一種是遞回的拿到 這差在哪 我們先來看直接拿 直接拿很明顯 就是他直接從marge底下拿他的 他的屬性值 他就是supports 底下的缺口 直接拿supports 底下的缺口 直接拿到 拿回來 結束 很簡單 那有一種東西叫做recursive get 我們是這樣叫他 反正就是 他為人去遞回的去取他 這聽起來有點怪 就是什麼叫遞回去取他 事情是這樣的 其實 picolor unpicolor unpicolor 這一個class 他原生定義的fineclass方法 也就是遞回的 那很多開發者 就會直接很自然而然的 去取得 super了 也直接去取得 原生unpicolor的fineclass來用 就是最直覺的做法 然後 那個 他的施作方法就有點神奇了 比如 你去fineclass的時候 你去做完pickolorfineclass的時候 他會去解析這個name參數 這個name參數 他會去深度的解析他 有個例子來講 你去fineclass builtins str的machtrans 是做得到的 可以 他會深度去解析str的machtrans 我們猜開講是這樣子的 他會先拿到builtins的str 然後 他發現他還要拿一個東西叫做machtrans ok 我就去拿他 他就去 再去找說 這個str底下有沒有machtrans 對 他會這樣深度地去解析他 然後反觀這一個 反觀這個getrick 他是做不到嘛 因為builtins底下 沒有直接擁有str.machtrans這個方法 或者這個 這個function 他沒有直接擁有他 那這回他會把它 直接整個當一個屬性值 他不會去 無法理解 這是什麼東西 對 然後 這個地回的或許 他就會把 他就會 依照這個點就把它拆開 然後去深度去拿他 這樣子 然後很明顯的 呃 直接或許的限制是比較嚴格的 然後地回或許的方法是比較寬鬆的 所以這也會對我們後續的利用造成很大的影響 OK 總之我們統整出了這四種類型 這四種類型的思數差也會對我們後續造成 一定的影響 等一下我們會來解釋他 有什麼差別 接下來就跟所有的反序的話一樣 我們會需要gadgets 雖然在以前 就是在最基本的export的狀況下 我們不需要gadget 在最基本的export 他就可以直接任意的import 任意的module進來 然後任意的方式進來 直接去執行他 所以其實我們不需要理解 gadget這個東西 反正 全世界都是我的gadget 只要你有什麼module就去import他 import他進來就是我的gadget了 讚 我們沒有管他 那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 我們現在已經被限制了 所以我們要在任何限制的底下 找到可以用的gadget 這樣子 那什麼是gadget 我們還是詳細來定義一下他 就是gadget就是一段 一段程式嘛 然後攻擊者可以去重複的利用他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coreuse的攻擊方法 一手法 然後在我們的案例裡面 他通常都會 是一個 可被呼叫的一個option 在我們案例裡面 但其實在實務上 或在一些特別的 HCAS 裡面 還是有一些 例外啦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gadget 就是我們想要去抵達 那些危險的function 但是我們前面一個 前面最基本案例就是 suppresses的checkoutput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function 它本身就是一個dangeral function 它本身就是個危險檔數 但是我們現在沒辦法直接 抵達這個地方了 我們需要 間接的去 抵達這個點 或者是 我們可以補足 可以補足pico指令碼的不足 然後讓我們 進行更活用利用 那 我們今天 威納出了三種 我們比較常 比較實用的gadget 首先第一種是危險的函數 第二種是取得 第三種是取得 好 好 我想第一個就是很明顯的嘛 就是我們如果能夠直接抵達 一個某個危險的函數 那很很簡單的我們就可以直接 指定任意的code 像我們evo 一插一系可以直接 直接指定到的話 就可以直接 指定任意的code 這就是一個很危險的 案例 那還有一個案例是 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它可以有取得 屬性值的功能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pico指定碼 它原生只能做到 設定 它只能做到寫入 它不能做到讀取 它可以寫入 屬性 它可以寫入 一個index 但是它不能 它不能去讀取它 所以如果我們找到 取得可以讀取 讀取 屬性值 跟讀取 縮影值的 感覺的話 它會對我們利用 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定義了這三種gadget 然後方便我們 進一步的去找它會利用的 接下來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把它全部組合起來 好這邊有點跳 就是總之 我們要開始繞過了 那開始繞過的時候 開始繞過的時候 我們就要 雖然前面定義了 這四種 這四種 實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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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 實作差異的 兩種 那個 取得物件的差異 那 我們把 我們在開始繞過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那其實 這 這 八種類型 就是 四乘二嗎 八種 這八種類型 我們可以把它 整成這三種 這三種 就是基本上 A1 A1 B11 還有A2 之類的 都是 可以用同樣的策略繞過的 這個表可能照看之下有點 好複雜 你要不要自己去對一下 那我們直接 給一個 好懂的 總整 總結這樣子 類型一 它是 遞回的去取它 遞回的去取它 同時搭配一個比較寬鬆的版源單 然後 類型二 是 你可以 直接的去 它的 它的策略是直接去取它 就是它是使用 它沒有去遞回的去解析那個name的參數 然後它直接去取它 同時它的module 在一個版面單裡面 然後類型三 它是很嚴格的限制 module和name 一定要在一個 版面單裡面 就是最嚴格的 類型三 然後最寬鬆的是類型一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類型一 那類型一 它所謂就是遞回的獲取 深度的去解析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name的那個參數 會被深度的解析 然後 同時它的版面單比較寬鬆的 就舉例來講它就限制 module在一個版面單裡面就好 那name不做檢查 或是它限制說name只要是某個 某個 開頭就好 然後就不做檢查 剩下的 不做檢查 就是它 限制name要某人開頭 做比較寬鬆的檢查這樣子 本體來講 簡單來講就是 它是 翻送版面單加上遞回的獲取策略 好 那 重點在於這一個 它是遞回的獲取 所以說它的name的部分會被深度的解析 既然可以深度解析 就代表說我們可以一直獲取底下方法了 那我們可以一直 就代表 這代表我們可以不斷的去 那個magic method 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看實際案例 它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經典的 Python-sambus-escape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這東西 但是如果有 玩過 一些ctf 或是有 研究過Python的sst 就是伺服性活版主義的話 你就會對這個很熟悉 就是Python-sambus-escape的 這個trick 反正你可以 所以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對於另一個object而言 它 也可以獲取它的class的 attribute 或者class的屬性 你會得到這個object class 然後 你也可以取得到 從這個class以下 你會取得到base 那對於所有的 object而言 它的base都會取 你會拿到object這個東西 就是基本上 Python裡面所有的 東西都是一個物件 它都會 歸根到object 然後既然Python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物件 所以說 它的subclasses也會非常多 那這個object底下也有一個 方法就是要subclasses 你會拿到一連串 有繼承object的 物件的列表 開始的列表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一長串裡面基本上會有一兩百個 至少一百個以下 然後在這裡面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 gadget可以用 那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取得OS的rubclose好了 就可以取得到 你用你取得到 它的營業的方法的global 是the game the real piece的evo 好我先講一塊 但是不是在這個樣子 我先講很快帶過一下 那我想 長話短說 你可以把上面一切 都整成這樣子 在 任意的python interpreter裡面 把它 你把任意的物件 任意的物件 然後給它這一連串方法 都可以拿到 都可以拿到 evo這個方式 那至於這個index可能要是情況稍微調整一下 固定是這個index 好 那這一連串方法有辦法轉換成pq嗎 那確實是有辦法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回頭來講一下這個例子 一回的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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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成功的讓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可以成功的很深入去解析class the best的subclasses 也是做得到的 我們可以很深入去解析它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大家會講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就是 它其實是一串 可以被compile成pq指令碼的東西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把這一串翻譯成 可以被compile成pq指令碼的東西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來一行一行解析它一下 首先呢首先呢 我們這邊可以去import一個 你被允許的module的set attribute進來 就是這個set的attr進來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這個等一下就會用到它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透過它的 地回獲取的特性 去取得 取得這個東西 去取得 object的class的best subclasses 對 隨便 就是object是隨便一個 你可以 module有被允許的 的 被允許module底下的一個存在的物件 然後這樣子 通過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可以去取得它的subclasses 然後再把它設定回去 設定回去這個module底下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 獲取它的屬性值的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讀取 就是我們沒有gash別的能力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做 我們就必須 再把它設定回去 load module裡面 再透過這個load module的 的那個什麼 的 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被 compile成pcode的 的虛擬碼 對 可能有 有練 神奇 但總之就是可以被compile成pcode的虛擬碼的 因為它是把這串東西翻譯成一個pcode可以接受的格式 對 那我們來仔細來研究一下這個在幹嘛 首先它會 它可以用global這個指令碼來引入 這個你被允許的module底下的這個sat attribute的這個 引擎進來 對 把它拿進來 然後接下來要幹嘛呢 接下來這個等一下會用到我們這個sat attribute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利用它所謂的遞回獲取特徵 深度而去取得 它的class的best subclasses 這樣子把它撈進來 撈進來之後 撈進來之後我們就會拿到subclasses 這個東西的列表 我們要去call它 拿到它的列表 然後接下來把它設定回去 設定回去這個module底下 那你會想說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pcode指令碼 原生它並不 並不存在取得屬性值的功能 然後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所謂的遞回獲取的特徵來幫我們取得它的屬性值 總之我們這樣 就可以取得它的 我的特徵index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 一連串的操作 就知道 就可以拿到 evil 存在了 那既然我們都拿到evil來做 我們就可以做了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 OK大功告成 那我們來做個實際案例的分析 就回來我們前面 提到了這個 Uber的Pelastron這個library 對這些library有缺點就是 像我們剛剛最前面的案例 我們其實是透過它的白名單的 它白名單的buildings來繞 但其實我們可以 根本不用知道它的白名單有哪些 我們可以不用知道 R7 module有哪些 R7 module就算沒有buildings也沒關係 畢竟它是使用 Super的fineclass這個方法 然後來撈到東西的 然後同時沒有對name做檢查 所以確實 我們就可以直接 我們可以直接 我們這邊就 這次就不用buildings 我們這邊用petastone 這個它內部的某個library 我也沒去研究它 幹嘛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法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 撈到evo的存在 對 我們今天只是套個模板而已 把這個模板套過來 套過來 我們不用去了解它在幹嘛 然後我們 觀察到它是 它是 這一個使用方法 我們就可以直接套模板 套完 結束 收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類型2 類型2之後就不是套模板了 我們沒有模板配用了 我們要認真去找gadget了 好 那 它的這邊的案例是 類型2的案例是 直接獲取 直接取得 某個module底下的屬性值 然後 它是做module的whites 就是對module做的名單 但是它沒有檢查name 它沒有檢查它的name是什麼 那對於 我們有三種gadget嘛 那假設我們 我們觀察到它裡面存在一種gadget 它是 Android function的話 那很簡單嘛 就很直覺的 我們要嘗試去 抵達這個 Android function 那要怎麼抵達 就是看你要怎麼 看它的call graph 長怎麼樣 就嘗試去走過去那邊 然後假設它 存在一個gadget 是屬於 取得屬性值的 那OK 我們就回到第1種 第1種 對 我們就回到第1種套路了 因為 本質上來講嘛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地回或取就是在 取得屬性值嘛 所以說 我們如果取得 我們存在gadget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不斷地取得 它的magic method 就像前面一樣 取得它的class的 best subclasses 然後這樣撈撈撈撈撈撈 就可以撈到一個 呃有用的東西 然後撈撈撈撈撈撈撈 就可以用了 好那 假設存在一個gadget 是 gadget的話 那就有一個有趣的東西可以玩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不管 A好了 A是比較有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B比較直覺 B就是嘗試去找到更多 更多的 更多的gadget可以來用嘛 因為我們已經用gadget了 我們就可以去list 陣列或者是地區的領域底下 拿到 更多的gadget來用 OK 那這部分的話就比較無聊一點 就是找更多的gadget很直覺 而且這個一般來講其實比較難遇到 那第一種呢 第一種其實是我們會發現 很容易遇到的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 它的 嗯 簡單來講 任何的module底下 都會存在一個 builtins 這個屬性 只存在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 這是cpython的實作啦 cpython就是 python的一種 實作方法嘛 有可能 實作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最大多還是洗python 我們平常這樣的東西都 好 那這個實作方法底下 它總之所有的module都會有一個 都會有一個builtins的屬性 然後builtins它的屬性是什麼 它是一個什麼樣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 它是一個dictionary的type 好 然後builtins的顧名思義就是 builtins啦 對builtins底下會有evo 那這時候你已經有了 gititm的能力 你就可以從這個 dictionary的type底下 取得 evo exec 這些危險函數來用了 OK 對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案例 因為是來自這個 MySportAI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底下 它前面這幾個都是定義一些 比較嚴格的白名單 就是它是屬於 超嚴格的類型 它就同時定義的marge 也同時定義的name 在這個白名單裡面 但是它唯獨浪拍物一樣 它就唯浪拍底下所有東西都是OK的 所以 它就取 它就直接在浪拍底下 get attribute 這樣子 浪拍底下然後get attribute 好 那既然是gadget attribute的話 代表說它是一個 單層的嘛 單層的獲取了 然後 同時它是 對marjo做白名單 他marjo要是 浪拍這個白名單 OK那符合我們type2的條件 那我們要怎麼樣 繞過它呢 可以說我們 最後找到了一個 gadget 找到gadget 長得像這個樣子 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它的 呃 弄拍點size 有一個gadget 長得像 就是看一下這邊 你會發現它會取得 a.shape的assys 那這個a其實是 它的參數之一 assys也是它的參數之一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我可以取得 a 物件底下的 shape屬性的 任意的assys 那shape的屬性要哪來呢 有點奇怪嘛 但其實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全面指令嘛 指令嘛裡面有提到說 pcode的指令嘛 有設定屬性功能 就直接把 屬性設定 把shape屬性 設定成一 其他東西就好了 就可以取得任意的 所以說 大概是我們的 import的訊息 引擎會長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從 nome拍裡面 import size 跟builtins進來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在 把shape屬性的shape 隨便 一個東西的shape 設定成builtins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 用shape屬性去取得它的 我們要用 去取得它的 這個builtins底下的 1 row 就可以執行任意的code 然後最後進到 type 3 就是這個類型了 這個類型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呢 它這邊很嚴格的 限制了 89跟name的 白名單 那基本上 我們要繞過的策略 也都跟前面 因為這個差不多 那 應該說前面這一個 看起來都差不多 對 唯獨說 因為基本上限制了 name的白名單 你不太可能去 builtins這個atuber 那 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呢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type 2 type 3 看起來策略都一樣嘛 在type 2 裡面 因為它沒有對name做設定 對name做限制 所以我們還是有很有可能去取得一些 nature method或attribute 具體來講我們前面提到的 這個builtins 就是一個manage的attribute 然後在type 3 裡面 變成它的人選內就已經非常限制了 基本上沒有辦法去取得 那些 去取得那些 其他奇奇怪怪的 只能從 從它限制的白名單裡面 去找到 可以用的東西 有個對我們利用的人來講有個好處 就因為它做了那麼多限制 所以 我們就 很明顯的 不用大規模去找說 我們不用大規模去找說 有什麼人可以用 我們只要從它的白名單裡面 慢慢的 一個一個對 一個一個對 就可以找到說有沒有存在什麼可以繞過的點 所以在這個type 3 裡面 它的gadget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我們只能透過gadget 去繞過 我們記得上面 透過magic method 來 繞過 那我們來看一個案例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案例 我們找到這個案例 它也是設定了一個 非常嚴格的白名單 它既然設定了 我記得是五六個 五六個白名單這樣子 然後它設定這五六個白名單的話 它就會 它做什麼事情 它就檢查這個module 跟name是不是在 這個save globals裡面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這兩個 這兩個搭配其實是可以被exploit 據理來講是怎麼樣呢 據理來講是這樣子的 它其實 它的這個setting function 在init的時候 它其實有做一些 有對 做檢查 叫self.code 是self.code什麼時候用到 在這個 code的時候會用到 但是有趣的事情來了 code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會去 對這個 對你的code做檢查 我們應該先看到這個setState這邊 就是 有先 你在直接init的時候 它其實是 會對這個code做檢查的 好 但是它在setState這邊 它其實 不會對code做檢查 它直接幫你compile它了 然後最後 最後最後在code的地方 它就會去evo它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選擇 不管這個init 就不經過init 然後 然後 不對 這樣就不會 通過這個secret check 所以我們就可以進到 先進到setState 再進到code 再進到 就可以進到evo了 可以執行任意的指令 那exploit去email大概長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 s.code的時候 我們會 獲得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進到 我們就可以去 直接去call它 就可以執行 任意的 任意的exploit了 任意的evo了 那這邊簡單講 它這邊就存在一個 dentral function gadget 我們要嘗試去抵達 好 那接下來進到我們工序的環節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不是啊 手寫op code太累了 這樣等於我們要手寫assembly 那我們應該要寫一個assembler 對吧 但是 op assembler更高端的東西 我們做了一個 可以把python層次碼 掌控為pico指令碼的 神奇編應器 叫做picola picola的概念是這樣子 因為 畢竟多數的pico指令碼 都可以對應到 某些python基本語法 所以我們就把python的腳本 轉換成抽象語法書之後 再把每一個node的轉換 回去變成pico指令碼 那 這樣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然後 畢竟我們才寫python嘛 所以 其實你可以用pico寫 解爬蟲 像這邊 這邊 這邊就是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普通的 python嘛 其實沒有那麼普通啦 它寫的有點噁心 那總之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透過我的picola 安排成pico 這次算東西 然後 你就可以執行 reddit的爬蟲了 對 58 好 接下來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對 我們這個picola 它 基本上我們前面的這些虛擬碼 這些虛擬碼 這虛擬碼 還有 這虛擬碼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各種虛擬碼 都是可以用這個picola compile 成pico pico的 就是 省下我們手寫 手寫pico的一些 很多功夫 然後 我也會覺得說 不對啊 自己找gadget 慢慢串也太累了 所以我就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小工具 可以做成 做自動生產export 這樣子 但其實這個小工具 還在很初期的階段 就是 還在一個 可能是po期的階段 因為畢竟 大家也知道 gadget 就是一個 有時候會有很多 很複雜的constraint 然後會有很多 自動化工具 很難找到的一些 一些think 或是一些 一些 神奇的路徑 對 所以我們很需要 各種hacker的存在 但是我們 確實也是 發現 一些案例是 很難用 自動化工具找到的 但是等於我也是做了一個 要簡易的 導訓gadget的方法 那我採用的方法是 使用動態跟靜態結合的方法 來做gadget problem 那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是動態跟靜態 就 為什麼不要純粹靜態就好了 就只是找gadget而已嗎 因為 有的時候 Python裡面 它的動態設計還蠻高的嘛 你可以把隨便一個 function綁在隨便一個 module上 然後 這時候就很難去 慢慢去trace它 所以 就總之它是動態生成了 某些class 或function 它就很麻煩 所以我做的方法是 我們首先靜態去 import所有 可能可以被import的 python script進來 然後接下來去動態去把它import進來 然後找到所有 後選的gadget這樣子 然後對於classwork function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用 inspect module 然後 靜態的分析回去 去 去 把它mapping回去原本的sauce code 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靜態去分析它 然後我們就靜態去分析它 這個function跟這個 lesser的程式嘛 是不是我們可以unengadget 然後對於一些 對於dictionary跟list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也可以 動態的去取得它的 底下的items 看它有沒有 看它是不是functional class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 也可以當作潛在gadget來用了 那 export generation的話 其實就是 簡單講就是 套用前面的公式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對於type 1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前面講到比較寬鬆的 獲取方法 只要用地毀的獲取方法 然後搭配寬鬆的本領單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給它準備一個模板 然後直接套上去解決 那type 2 type 3的話 就是乖乖找gadget 乖乖的 去找 沒有 有沒有可以reach那些 微信函數的 方法 那我們今天 給一個限時案例分析 其實我們分析了很多案例 我們分析了7253個案例 我們是用github search API的 爬重去爬的 然後基本上是找 星星出乎大於100的 那 這時候我們找到的東西 其實 我們只有發授36個 reports 順便講一下 7253個 reports 可能會有一點 遺漏的啦 畢竟github search API 其實不太穩定 就是它有的時候會 丟失一些reports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的 它的API有點random 對 對 好 那我們只找到了36個reports 有常識時做這個方法 然後 其中9個案例是可以被繞過的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安全的案例都是 類型3 就是 最嚴格的版名單 同時限制的module跟name那種 對 然後9個案例裡面 只有1個是類型3 也就是我們剛剛 案例分析提到的那一個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做個小結 就是 你做個總結啊 那時候我發現的 十萬例中 基本上 沒有用類型3的 4做類型 都是可以被繞過的 對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就還是乖乖的用類型3 但是整體的案的話 如果你有好好做 嚴格限制 人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 就算沒辦法照顧 Picot本身還是可以造成DOS 還是要 小心啊 你不要 還是 Picot本身還是有DOS 理想上 開發者如果能知道自己在用什麼東西 才使用它 才可以有效 做房屋 就是 透過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其實你會發現 Picot它有點複雜 它不是 一個開發者通常不會去研究到這麼深的程度 所以 如果不小心的話 還是很有可能 寫出 可以被繞過的 Retrie onPicot 好 所以在 也不是說 真的完全不推薦在用Retrie onPicot 但是就是真的很像很 硬色的考慮 你知道在什麼場景下用 我這邊也沒辦法做一個很 很具體的總結說 這個地方可以用 這個地方不能用 但是就 還是 乖乖的 可以的話還是不要用Picot 或許還是比較好一點 或許啦 這是對於使用者可以任意操控 服務的狀況來講 好 那我的一層牛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聆聽 最後 進入QA時間 好 我想偷偷先問你 是從中間偷偷加速了一下 我不只中間偷偷加速 我開頭也偷偷加速了 好 我覺得這件超明顯的吧 我就錄完發現 錄到50分鐘 還說幹不行 我要加速一下 然後結果自己沒聽 然後變得超爆發快的 終於大家應該聽不懂 現場的觀眾有誰想要 有需要提問的嗎 舉個手會有 一層助理衝過去 遞麥克風給你 有嗎有嗎 如果現場沒有的話 就 線上有 一個問題想要問 就是 第一個是有什麼推薦指南 是可以比較安全使用 Picot相關的套件嗎 安全指南喔 我覺得 本質上 本質上就是 最大的概念就是你 使用者能夠操控的狀況下 你就不應該 就盡量不要用Picot 畢竟Picot就算 我沒有剛剛講的那些 所有import的功能 就算沒有那些功能好了 你還是 它本身的存在 還是有可能導致 Dose攻擊 就基本上 讓你 惡意的操作者可以 構造出一個 很複雜的Picot 然後讓那個 讓你載入Picot的時候 變成 消耗很多的效能 這樣子 對 所以 對於說 假設你是Local 在做一些事情的話 OK 你只要保存某些 你目前的progress 那是OK的 或者是像現在很多機器學習的model 都是用Picot 那也是 也是OK的 對 但是如果是remote的話 就盡量還是必要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有什麼 比較推薦的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其實很 很看 CAS 就像是說 一種最經典的案例就是 最普通的案例就是用Jason嘛 不過Jason其實還是蠻受限的 就是你還是 Jason的行李還是很少嘛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像是 嗯 像最近可能會 比較常見的是 像PortoBuff的東西 對 不過就是真的很看CAS 就很難說 就要看 直接場景 謝謝講師的回答 那 現場可以再開放一個問題 問 講師 有人想要問問題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 時間也小抽死了兩分鐘 那我們就再次鼓掌 謝謝講師這場的演講 也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